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对你们来收听有关于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推销员的一些指导而表示感谢。 我能从事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吗? 推销汽车是很困难的一个职业,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那是我所有做过的事情中最容易的,因为我掌握了我的行业的诀窍。 好,现在我要来和你们分享一些我的经验,你们要好好的听着,最好把它们记下来,最重要的是应用在你的实际生活中。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是ATANA那种人,但你们可能想知道什么是ATANA,就是只说不做。 有很多演讲者告诉别人应该怎样怎样,自己却做不到。 我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只会讲理论。 而我告诉你们的呢,是我的亲身经验。 我告诉人们,如果乔吉拉德可以做到的话,你们也可以做到。 我没什么特别的,也是两条腿,两只手,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 但是我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为我自己制定了计划和目标。 我会把我一小片的大脑磨了又磨,我训练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心态。 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 我想你们也会知道,你们也会做到。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些促成我成功的经历。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做积极的自我的话,你们也能成功。 你们要经常对自己这样说,我要依靠我自己,我要依靠自己。 没有人,没有人会帮你取得成功,没有人。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不要依靠任何人,只有靠你自己。 你是你命运之船的船长。 所以我非常欢迎你们的问题。 我会帮你们解答疑问的。 好,我们收到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是不是天生的推销员? 不,我不是。 推销员,出色的推销员,绝对不是天生的。 是靠实践锻炼出来的。 我过会儿再谈这个。 许多年前,我来自一个非常悲惨的贫民窟。 那是一个穷人住的地方。 没有食物,没有工作,也没有钱。 我的鞋底有一个大洞。 就像弗兰克斯纳厨的歌里那样,一切依靠我自己。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有点口吃,因为我父亲总是责骂我,他夺走了我的自信。 直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我还有口吃的毛病。 我去看了一个心理医生。 我的性格是,当我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我会立即解决,不会拖延。 我会在昨天就把它处理完毕。 我会进行组织,过一会儿我再详细谈这个。 当我不再口吃的时候呢,我就想做销售工作。 我只买那些成功人士的书。 我不会买一本书,除非我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否则我不会去看他的书。 我自己呢,曾经被世界上最大的杰拉德的审计公司审计过。 他们要核实我的销售记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我每次销售,只在一个时间内完成。 公司里一般的销售人员能卖出七辆车, 而我一天就可以卖出六辆。 我会告诉你一些方法,不管你是做销售工作或者不是, 如果你遵守其中的一些规则, 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健康快乐和富有。 一个销售人员要做到最出色的,要具备哪些重要的品质呢? 重要的是,不要自我设限。 自我设限。 当你在做一件事之前,你就对自己说,哦,我不相信我能做。 那你就是在出卖你自己。 你已经输了。 再举个例子。 一个月前,我看到三个年轻人在一块打高尔夫球, 我只是坐在旁边看着。 我发现,我向聪明的人学习, 年轻人学习和不怎么聪明的人学习。 我发现有个年轻人不是很聪明。 因为,轮到他的时候, 他还没出球,他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 他说,哦,我的天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地震。 他这一堂打得太好了, 我可不能失手啊, 这个球太重要了。 哦,结果他打偏了球, 滚到了旁边,他太紧张了。 他还没有发球, 就已经想到了输。 这就是自我设限。 再比如说, 他不会答应和我约会的, 你们看看我的脸。 如果我向他请求的话, 他一定不会愿意的。 有谁会愿意和有这样一张脸的人约会, 他不会和我约会的。 不管你是棒球运动员, 还是橄榄球运动员, 比赛开始前, 如果你对自己说, 今天赢的希望不大,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你们在放弃 对你的成功相当重要的。 积极心态。 你得具有积极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那些消极的思考方式。 明白吗? 要思考, 积极地去思考。 呃, 不要自我设限, 摆脱他。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对你自己说,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他认为自己能做到, 他就能做到。 如果他认为自己能做得到, 他便能做得到。 如果你总是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能做到。 你知道吗? 如果你相信你能做到, 那么你有99%的可能, 你就能做到。 你得抛开消极的想法。 我肯定许多次你对自己说过, 这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把握那样做,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总是那样讲的话, 你就是在自我设限。 你要做的就是, 我是, 我能。 所以, 勇敢地去尝试吧。 不要说, 对自己说不可能。 当你完成后, 你会因为你能做那么多, 原以为你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而感到吃惊。 他如果认为他能, 他就能做到。 每天要反复对自己这样说, 如果要靠, 就靠自己。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在拜访客户之前, 怎样提高销售技巧呢? 不管是在销售, 还是在别的工作中, 想要成功, 先要有自律的精神, 要学会自我管理。 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就像你的存款, 一旦发完, 花完, 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每天晚上, 要做好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我就是这样做的。 每天晚上都会做好计划, 做好明天的计划。 要克服惰惰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秘诀是要专注, 把你的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要全力以赴, 直到你获得成功。 举例来说, 你想要成为像我这样的人, 必须把精力完全投入在你的目标上, 给自己戴上一副眼罩, 一副想象出来的眼罩, 像戴在赛马头上的那种。 你知道吗? 赛马的时候, 人们都给那些马戴上眼罩, 他们给马戴上眼罩, 并不是为了给他们遮挡阳光用的。 他们把眼罩戴在码头上, 这样码头就不会向左或者向右的分心。 如果你瞄准目标, 专注目标, 记住我的话的话, 你一定会成功, 不要分心。 如果你专注你的目标的话, 那你就能得到你想得到了。 谢谢。 作为一个演讲大师, 你已经激励了很多人, 能告诉我鼓励他人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吗? 要远离消极的人。 就好比, 如果说你很长时间待在垃圾桶旁边, 你身上也会臭, 他们会把你带入到一个消极的心情下, 即使他是你的家人, 我就有个亲戚, 他非常的消极, 我就离他非常的远。 我总是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他们会感觉到强吉拉德的乐观, 你也要这样做。 我整天都有积极的想法, 不要经常去阅读报纸上那些垃圾的内容, 像暴力啊, 战争啊那类东西, 那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的。 好吗? 积极的心态会使你健康幸福也可以使你成功。 告诉我, 您的朋友和家人在你的成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你知道, 许多年前, 当我在密歇根州底特利的平民窟里长大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总是不喜欢我, 他总是打我, 骂我, 挑我的毛病, 说我没有前途, 幸亏呢, 我有一个善良的妈妈, 她会对我说, 不要理她, 你要做给她看, 你一定会成功的。 有一天, 她把我带到窗口, 她说, 你知道吗? 瞧, 每个人生来都会有她的价值, 你到外面去闯一闯, 把你的价值找回来, 证明给你爸爸看, 她说错了。 你来自一个非常贫困的环境, 是什么因素使您渴望成功, 改变命运的呢? 就是为了向我父亲证明他错了。 我要向他证明, 我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最好。 我曾经做过房屋建筑, 我做了13年, 这样的还不错, 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我为你要感到骄傲, 从来就没有说过这句话。 1963年, 在我35岁的时候, 我在建筑行业中损失了300万美元。 那个时候, 他告诉过我, 你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你不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了。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一品如洗, 我找到了一个卖汽车的工作, 我带回来一堆杂物, 给我的太太和两个孩子。 后来我开始让自己乐观起来, 积极思考, 三年后, 1966年, 我38岁的时候, 我终于成为世界上最棒的销售员。 因为我相信任何消极的东西中, 都会有一点是积极的。 我爸爸是消极的, 我发誓要改变他对我的看法, 我要证明给他看。 如果有人说你不能做这个, 他们是在挑战你, 他们要你证明给他看。 当人家说, 你做不了这个的时候, 你要改变他们的看法, 要对自己说, 我要做给他们看, 他们在挑战, 挑战我, 我要完成它。 就像我所说的, 任何消极的事物中, 都有积极的一面。 请告诉我们, 你的四大生活原则是什么呢? 当你在生病的时候, 有人早上三点的时候打电话给你, 你会怎么跟他说?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 我在睡觉啊, 明天打给我吧, 你不想被打扰, 对吗? 那么当你在读书的时候, 有人打电话给你, 你妻子接了电话, 你会怎么告诉他? 告诉他, 我过会儿再打回给他, 你不想分心, 对吗? 那么如果是你在度假的时候呢? 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正想找一点开心的时候, 有些人想让你去做一些工作, 你会怎么告诉他们? 不要打扰我, 我在度假。 当你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如果有人对你说, 嘿, 我们去打高尔夫球吧, 你要告诉他们, 很抱歉, 我实在没有时间。 你还记得前面的三件事情吗? 你要那样告诉他们, 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原则, 在我们公司里, 32个推销员, 在一间工作厅里, 不管谁跟我开玩笑, 或者约我去打高尔夫球, 或者是保龄球, 我会告诉他们, 请不要打扰我, 去找别人吧。 工作的时间, 我从不和我同事聊天, 我也从来不和他们吃饭,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 如果你不成为我的顾客, 我就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我就不想去你家, 你也别来我家。 你们要学会自我管理, 专注你的目标, 这就是你们要做的。 我们同事说我, 你太自以为是了, 都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告诉他们, 我没有必要和你们一起吃饭, 那样是在浪费时间, 那我和谁在一起吃饭呢? 我和那些对我的事业有帮助的人一起吃饭, 比如说银行家, 为汽车提供贷款的银行家, 也许他并不可靠, 但是他有权利能够帮上你的忙, 也许他会说, 没问题, 瞧我, 我能帮助你。 当我在客户服务部门的时候, 我就这样工作, 我就用这套方法, 我经常请那些能帮上我的人一起吃饭, 这就是我创造高越级的原因, 我大概一个月就请他们到一家豪华的意大利餐厅喝酒吃饭, 那些人很开心。 我记得我的一个最好的客户, 他总是给我介绍新的客户, 我从来不在工作时间请客。 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来看下一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你认为自己最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是什么呢? 让我最为自豪和骄傲的就是这本书, 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是唯一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权的推销员, 我对此非常自豪。 有个原因, 因为我不是靠吃一万根香蕉而得到这个荣誉的, 因为我创造了价值, 我发挥了自己的潜力, 靠智慧去完成了工作。 现在你们都知道了我的经历, 只要你想, 只要你有强烈的欲望, 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我会永远鼓励你们, 因为我爱你们。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